你真是没想到啊 真是没想到啊 多多你说 他们单身吧 还全是什么马路牙的风格 他们四个有时候呀 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放心了吧 是你放心了吧 我放什么心 哎呀你就别装不知道啦 其实呢 你知道 我知道 就是不知道 人家知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 你知道你应该知道什么 看我的眼神多多 我承认 我有时候吧 好像是知道 他有时候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件事 南极和北极在一种情况下 是可以见面的 怎么见面 融化成海 汇聚大洋 由他 在南极的反地 修正吉佳 跳人家地 把极限马圃 没有� podría 你还说我呢 你多有我 小飞 你还进不进口呢 几点了 几点了 我开眼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我追 快快快 进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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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衣服衣服 我把你拿 赶紧洗漱去 你要快点洗漱啊 别磨磨蹭蹭的来不及了 快点快点快点 好衣服换了啊 赶紧 别换一换 我现在去换 老婆 因为你 我把婚礼往后 推迟了半个小时 向小飞 希望这是你人生中 最后一次知道 我保证 我再也不知道了 那里有三张卡 一张是别墅的门卡 以后是我们的家 还有一张 是上海那家酒吧的无限卡 听说昨天晚上 你跟你的兄弟们玩得很高兴 那以后 如果想跟他们玩的话 就只能去那家 如果去别的厂子 行知道了 知道了 我看我看你 看我儿子多帅啊 看你几个朋友真是轻 四个大帅哥 放松一点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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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来来来来来 一二三 加油 走 走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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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没有 有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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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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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们的各位来宾尽快入座 我们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是本次婚礼的主持人 同时也是向晓菲先生的伴郎 在这里 我向大家郑重地宣布 向晓菲先生和刘胜南女士的婚礼 正式开始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二位新人入场 出来了出来了 据说这是最先进的自动驾驶 我也是第一次亲眼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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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是不是车出问题了 不差点嗨了小飞 你 各位 我们的新郎 用这种 别出心裁的求爱方式 跪在了我们新娘的面前 把我们的新娘奉为今生 唯一的女神 对对对 那个 那个 我是想用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 来迎接你来到我的人生当中 没事没事没事 这不挺好的吗 现在请我们的新郎站起来吧 牵着新娘的手 回到主舞台上 谢谢 非常好 谢谢 我 谢谢 爸 爸 我知道 这个婚结得比较仓促 但是从今天开始 我和盛大就是夫妻了 我会好好爱她 好好照顾她 您放心 放心 我和盛大夫妻 盛大夫妻 爸 我把我女儿交给你了 谢谢 我跟盛大夫妻 从今晚后 我们都是一家人 当年你和妈妈结婚 也是这么有趣吗 是 就是我母亲就好了 咱们今天不了解这个事情 可能这一些 都是天意吧 这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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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这儿来 来 我们家里合影吧 走吧 来 来 走 房儿 今天晚上小飞啊 不是回新家了吗 杰森这儿特别不适应 要不你过来阳台 来 咱们仨喝一杯 我刚哄金哥睡闻觉了 我不去了 累了 明儿见吧 今天得心情吧 没事 我懂 咱俩喝 我从今多么希望给你幸福的那个人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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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她是我 对不起 你是要睡在这里 还是要进屋睡啊 我 你这应该进屋睡吧 你那么聪明的人 在这给我装傻呢 我觉得啊 就是现在我们结婚了 这个 就是这 受法律保护对不对 要是进屋睡的话 应该也不算犯法啊 还不赶紧 进屋之前 我再提醒你一次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牢记在心 你能够试一下 你离开 我会想着 你才能够试一下 你一定会想着 你不怕 你不怕 我会想着 我不怕 我会想着 你不怕 那我还想着 你不怕 那你不怕 就不怕 那你不怕 你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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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把眼睛闭上吧 你还把眼睛闭上吧 你先把把灯给关上 我去 老头 我给你炖了那个银耳莲子羹 临时决定飞汤因果 有个紧急会议 刚起床就要走啊 你辛苦了 下次回来吃 走了 你不客气 benefici 你应该会把我怎么办 你能不能帮我 曹 不是 老大 你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离预期 就是只有三天了 我们整整熬了两个大夜 还是没办法实现 百分之百的道路规划 而且罚规律还非常高 我们这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关系 老大 这怎么能没关系呢 要不 要不你 你骂我们继续吧 老大 我知道我们让你失望了 要不这样吧 你再去找徐总好好聊聊 再给我们争取一点时间 哪怕一个礼拜 我保证 一个礼拜 我们肯定会有突破 哪怕一个礼拜 我希望你们可以先信任我 我会处理好这个事情 相信我 据我所知 还有三天时间 才到A组的项目提交 不是 佟总工 今天这么着急找大家 是不是实验有了结果 首先我特别感谢徐总 帮我召开了这一次会议 也感谢各位的倒查 那我就跟各位聊聊 自动驾驶项目 自动驾驶项目 我们A组 开展于两年前 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也取得了很多进展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 我要谢谢在座的每一位 对我们A组的支持 但是就在许总进入了公司之后 自动驾驶项目进入了平静期 对不起 可能我这么表达不太准确 应该是自动驾驶项目 进入了平静期之后 许总进入了我们公司 就在那个时候我跟许总 立下了一个约定 现在这个时间马上也要到了 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的是 结果怎么样 虽然时间还未到 但是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我同意许总之前的说法 暂停自动驾驶项目 我输了 你还没想到 童童公你这 太突然了 其实不突然了 我觉得在座每一个人 其实心里早就有数了 只是有我一个人 还不认输罢了 童童公 别太亏气 这不是你的问题 这个时间要求 确实是抢人所的 是啊 别影响情绪 其实我现在可以接受 所有的结果 谢谢你们二位 但是之前的约定 我还是要做的 姜总 我的辞职信已经写好了 如果你需要啊 我今天就可以办理辞职 我知道你是一个 言出必行的人 但是不要冲动 姜总 我没有冲动 但是 但是如果公司觉得我同意 还有用不之地 还需要我这个工程师 我愿意留下来 因为我曾经的固执与坚持 确实给公司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我希望可以弥补 所以我现在 愿意遵从许总还有姜总 你们两个之间对我的安排 加入李德组 物流分检项目 你真正想好了吗 你真正想好了吗 我想好了 姜总 你来定夺 定夺什么 洪雨 你是我当年一手请进来的人才 也是制动科技的首席技术官 辞职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也别这么冲动 我也不管你们有什么样的约定 我不会让你以任何原因 离开制动科技的 老板 我听你的安排了 既然想通了 那就按你说的办 自动驾驶项目 暂停 你带着A组全员 加入B组 那 佟总工是咱们公司的 首席技术官是我的领导啊 进入到我们组 那工作怎么分配啊 理工其实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 因为对于这个项目来讲 我非常地尊重你和你的所有的组员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 这些付出和心血的意义 如果说理工你不介意的话 我愿意作为副组长 咱们两个一起将这个项目尽快落实 转化为效益 为公司创首 好 那我看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童工带着A组全员加入B组 全力研发 然后 点上 不是说你们一个个这么丧烦干吗呢 这不就是一个项目嘛 不管结果怎么样 但是你们是我最信任最欣赏 最依赖的战士 如果你们还相信我这个老大啊 从现在开始 把自动驾驶的所有的项目和文件 全部收起来 今天下午开始 全身心地投入到B组的新项目当中 好吗 开会儿 走 干活儿 这我还得开会儿 记得这儿多吃吧 你怎么不吃啊 我在这儿等你半个小时了 我在等你的答案 什么答案 是婚礼那辆车对吗 是那辆车 是那辆车 但是也不是 你知道我最好的兄弟 最重要的这一点 他从我的身上摔下来 我什么感觉吗 我觉得是对我最大的讽刺 自动驾驶位置是什么呢 为了让人们的生活更便捷更安全 但我没做到 我没做到我 曾经我以为我离那个目标已经很接近了 但是当向小飞摔下来那一瞬间 我醒了 如你所说我还真的挺远 放弃不是你的性格 我这个人是不服输啊 可是那能怎么办呢 你不会甘心的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你对这件事情 超乎常人的坚持 一定有别的原因 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吗 你不是经常跟我说那句话吗 咱们就事论事 该过去的东西就让它翻篇吧 我呢对于公司而言是一个 戴罪立功之人 我要把我所有的精力 放在物流分解项目当中 我不能再输一次完了 童谕 如果你真的想要我 我真的想好了 我希望你放下包袱全力以赴 因为你真的可以做得很好 多谢胜利者的鼓励 你赢了 咱们俩没有输赢 差不多了 咱们该撤了 服务员 买单 好 别 说好了我来买单啊 我这辞职未成 那 欢松宴还要进行下去吗 什么欢松宴啊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离职那天你请我吃饭 但是问题是我没有离职 你这个男人 白瞎长一头帅气的脸 所以说这顿饭还是要由我来请 因为你是个女人 我曾经幻想过 这个男人失败后面对我的场景 然而我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竟然一直在笑着 而且笑得很轻松 可我知道这笑意 远比巨石更加沉重 但这笑意 也让我感觉到蕴含着一种力量 他不会被压垮 请播照的用户已关机 稍后再拨 对不起 先生您好 您的外卖 我没有点外卖 不会啊 您不是向先生吗 您稍等啊 向先生 是我 老郑 我看外卖显示已经送完 您收到了没有 您怎么想着给我送外卖啊 您不是求婚嫁吗 刘总吩咐 让我照顾您的生活起居 我呢 就给您定了份外卖 是您最喜欢的香菜 他怎么样 安全到英国了吗 电话也打不通 好像还没有下飞机吧 向先生 刘总一般工作的时候 也不接电话 问题我是他 算了 没事 不接电话 郭老二 我一会儿闪送些外卖给你 你收到跟我说一声啊 你干吗给我送这么多菜啊 郭老师 郭老师 那么大正事 你是没吃早饭吧 我吃了 这是我一朋友给我送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送这么多 荤素搭配 色香味俱全 赶紧吃吧 崔老师 你也没吃饭呢吧 我刚下课呢 那你跟我一起吃吧 咱俩一起吃啊 好呀 那我来 你别忙了啊 我来我来 我动手可以先 坐吧 好 郭老师 能跟你吃饭我真的特别开心 不过呢 能跟你吃上饭 真的太不容易了 拿筷子 各位 从今天开始 佟总工将带领A组所有成员 加入我们B组 共同进行物流自动分解项目的研发 佟总工 担任副组长 我依旧是组长 大家欢迎 那么首先 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进展 希望我们可以合作愉快 公司业务遍及全国 公司业务遍及全国 大中型企业十五家 上市公司八家外资企业四家 这是国家公认的4A级物流企业 六号十二号台的牛排 这是六号这是十二号啊 我给大家看 最后一天 我再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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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买什么呢 这么忙 我帮太史人玩手艺啊 上完这道菜之后 把那边牛排帮我修一下 然后牛排直接吹好 按摩完我教你怎么腌制啊 什么呀 师傅 您的意思是 我给你做牛排了 牛排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还有分子料理的 学不学啊 不许我找别人了啊 好嘞 你等着 我给他来个 太史韩世日条龙按摩 就你话最多 走吧 一遍 一遍 二遍 一遍 二遍 二遍 三遍 二遍 一遍 三遍 二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吓死我了 西龙珠等待你召唤神龙 咱们这么多年 还真算是有点陌气啊 老大 这一路我们可是千儿都没敢出 小韩说 这是秘密行动要保持进度 这也怕我们紧张的 你们刚才过来的时候没有人发现吗 天衣无妨 那我就认真跟你们说点事啊 自动驾驶项目是你们七位 包括我在内 咱们八个人共同了心血 公司现在最终的决定 暂停这个项目 但是 是 那是在上班的时间 下班的时间他们管不到我们 所以说我有一个建议啊 从现在开始每周三天 下班之后两个小时 继续攻克这个项目 想跟我在一起 你们就留下来 如果又不想的 我也很理解 老大 我们等你这句话可等了一天啊 对了 隔壁那边 你们懂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安静有效 速度的去完成我们的工作 开始吧 等了等了 小心 你 你 好喽 我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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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吃啊 你看我叫干嘛呀 我吃啊 我看你吃我更高兴 你看我吃你也高兴啊 不过你挺能耐呀 这么难排这个餐厅你都排到了 不过现在不是饭点吗 你们餐厅不忙吗 还是你被开了 你瞧你说 我告诉你 但是你不了解我 就凭我有实力 有运气 得了吧 这俩要哪样理由啊 但是你还不了解我的魅力 我告诉你 这个餐厅的女经理 看见我 帅哥 两眼都直了 要个位置还不好要啊 我了解了 失恋综合症晚期 盲目自恋 你太不了解我了 我告诉你 我早就放下了 你信不信 我还真的不信 就跟这 秋葵似的 探着健康 空心的 我告诉你 那是以前的我 现在的我 百毒不侵 这家好吃的 你多吃点这个 特色菜 多吃点啊 别吃点了 好 杰森 怪不得你着急请假的 原来也是出来吃饭来了 好巧啊 阿姨说这家味道不错 所以我们就过来了 是 这家是不错 但是这个很难定位置的 你们定到了吗 定了 因为我家里人正好来上海 想见见小悠所有给我提前订的位置 这 这么快啊 有时候碰见对的人啊 有些事情确实发展得挺快 这还要谢谢杰森哥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留在餐厅 我也遇不到阿姨 对了 一会儿进来一起喝一杯吧 好啊 好啊 那杰森哥 你跟你朋友先喝着 我们先过去了 等会儿 我不是她朋友 我不是她朋友 我是她女朋友 正好 这杯酒我先敬你们吧 我是月子倩 很高兴认识你们 你们的事我已经听过了 误会一场 大家都不必走心 我还要感谢你们呢 要不是你们呀 我怎么可能遇到杰森 遇到我的幸福呢 杰森哥 你女朋友真漂亮 说话也很大气 没有啦 你看 他平时大大咧咧的 其实呢 内向得很 你看 现在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吧 可爱的呢 亲爱的 赶紧送送他俩吧 他俩还没吃饭呢 不用了 我们慢慢吃 我们先过去 杰森一会儿过来啊 我先去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别放在心上 那一瞬间 他轻轻拔的那一刀 却狠狠地扎入了我的心扉 快吃了 你 茶不撕饭不响 眼不动嘴不张 你这典型的撕春症状啊 杰森 你这一刀 有什么不开心的 就哭出来 像以前一样 别抽风了好不好 他装什么可怜呀 我觉得我还比你可怜呢 刚刚新婚之夜结束 老婆去哪儿都不知道了 该被安慰的人是我好不好 小飞啊 我跟你说 这个嫁入豪门的生活就是这样 现如今你可是王的男人啊 这得认 那这新婚燕耳的 也不能把我们小飞扔在家里 自己不管不顾的呀 就是 反正这回哥们扎心 你这是扎什么心啊 我才算是真的扎心了 发生什么事了 说一下 我跟你们说 他说 他是我女朋友 这 照顾代吧 华春 魅梯 杰佳 比说 你还没有想想我们下架 你也没有想想想下架 就是 羽生 他就想想想follow 楼家 还想想想想准备 现在 冲凯 您 咱们 那你 以后 都想想想想想想我 你 我好像对以前喜欢的东西 喜欢的女孩 瞬间全部都消失了 我的眼里 心里 脑海里 好像都是她 也许这就是爱情 不是 你稍等啊 我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但是我只有一个好奇 你能追上叶子谦 我知道 很难 那怎么办啊 她都说是我女朋友了 我总得追吧 童儿 童儿 你能不能拿出对待工作的态度 来对待我的事啊 告诉我 我到底该怎么办 杰森一个内心无痛苦 无欲望 无束缚的大挑衅男人 在这一刻 就像金刚一样在看你了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 你说话呀你 但是我却知道 哪怕是胡说八道 我也要说 因为她需要的不是答案 是支持 你过来一下 你过来一下 胆子乖 去去去去去 我这么跟你说吧 现在你所有的套路 都是她的强项 所以呢 你应该改变战术 打破所有的套路 我们换一个思路重新再来 什么意思 在你重新建立的整个过程当中 你要换一个思路 咱们要逆向思维 不是说你能做什么 而是她能做什么 她擅长什么 但是她又不擅长什么 不能做什么 但是你擅长这个东西 这个 它就是你的强项 蒙龙 有点蒙 我来给她解释一下吧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要了解 月子倩有什么是不会的 而你恰恰又特别的厉害 这个就是你最强的武器了 你真是笨哪 通俗一点 就是月子倩没有 但是你有并且很强的东西 我告诉你啊 就像你给我做的饭一样 你擅长的是厨艺啊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 想要拿下一个女人的心 就先要拿下她的胃 好 我只是说 绝对成了呀 应该很了解 我希望你吃过的牛 能够实现 外面有动静 你别跟我演 真的有声音 你这就是一八万手 我觉得你真的应该来来 跟她好好认为了